在昨天的CBA首秀中砍下了24分以及12个篮板之后,今天与卫山现代的比赛中,曾经帮助勇士队夺冠的斯贝茨,再次砍下了30分以及10个篮板。 如果你仅仅看到数据,肯定会认为他将是下一个发灵节或者不拉切,毕竟他的数据在哪摆着,可是当你看过比赛之后就不这样看了,在两场比赛中斯贝茨几乎都在三杯线外投篮,今天的比赛斯贝茨更是在外线疯狂出手了18次,由于这个赛季广州龙师交易走了范子明,斯贝茨这样的打法对于广州龙师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。 反而是有些影响了全队的节奏,在昨天的比赛中,斯贝茨首秀就展示出了他对于三分球的喜爱,全场比赛他也命中了5G三分球,赛后更由媒体戏称斯贝茨,将会成为广州的库里。 对此斯贝茨表示之所以这样热爱投三分,是因为CBA的三分线相比NBA更近一些,这也是他在NBA的主要得分手段。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,就有球迷认为斯贝茨也许是身体原野,所以更多的选择外线投篮。 然而在今天的比赛中,斯贝茨几乎就没有去过内线,在进攻的时候他真的变身酷里。 全场比赛在三分线外疯狂出手了18次,也许看起来斯贝茨比伏格更像是小来源,对此广州龙师的球迷已经开始担忧。 这个夏天广州龙师进行了大换血,主教练由隋万军换成了胡安。 球员方面广州龙是用范子明交易的,到了西热丽江等人,并且用朱续航交易,得到了张永鹏。 然而随着范子明的离开,广州龙师内线却无人可用,张永鹏显然无法弥补范子明的作用,而其他内线球员也都难堪大用。 更糟糕是作为内线外援,也禁得斯贝茨所有的进攻手段,都是在外线投篮,这显然与广州龙师的计划不相符。 就这两场的比赛内容来看,斯贝茨的确不如上赛季的外援汉斯布鲁好用,而且广州龙师的小外援福格本来就是一位靠疯狂出手的球员。 在今天比赛最后一节,几乎福格与斯贝茨都是在投三分,虽然斯贝茨在NBA的主要攻击手段就是中投,可是如果他始终不去内线进攻化,那么到了CBA联赛他将不会有任何的优势。 在CBA联赛中,依靠投篮的那些都不吃香,而斯贝茨如果继续这样的打法,恐怕他会成为CBA新赛季,第一位被裁掉的外援。 优优独播手段